台湾四面环海 渔训二号肩负台湾渔业训练 以及远洋渔业的巡护重责大任 是全国唯一有渔捞训练设备的船 任务除了与国内水产院校合作学训计划 带着学生出海体验渔业实作之外 最主要的是进行渔船干部船员训练 渔业观察员培训 并肩负我国远洋渔业的巡护 今天我们农渔女力专题 就为大家介绍渔训二号轮机员陈佩玲 陈佩玲从民国111年的10月进入渔训二号工作 原本专精工业工程的她 转换到不同跑道工作环境当中 仍然积极努力学习 担任轮机员的她 必须经常待在高温的机舱工作 也有担任主机及腹肌的协助工作 跟着我的行动走 因为我们开腹肌主要是因为我们要用传电的 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按电 所以我们要开启腹肌 刚刚我不是有用那个板手 因为我没有力气 我就用辅助打开 打开完之后我们开始盘车 就是那边有一个圈圈盘 然后再用一个圈压起来 用完之后就可以开始开我们的那个栏油 主机的 然后开始就等按完就是它的转速到1200 用完之后我们就到我们的机控 因为我们已经腹肌已经都好了 我们就带序就上去 就从按电切掉来 然后就变成那个腹肌的电 就这样砍入进去 这样就OK了 然后主要我们开传电是因为已经有冷气了 就开始冷气也全部都启动 这样子 我们就要想办法排除它了 刚好遇到 对刚好遇到 它可能那个送风的时候 然后我们要等比较久 那我们就这次等久一点 对 它的轮机的这些工作 本来就是会比较出众 和它的环境 会比较那么的 比较尖刻一点 好不好佩玲再加入它轮机这个部门 是有帮助的 轮机长是还有赋予它另外一个责任 就是说 让它在一些文书上的处理 这佩玲在这个方面 这些轮机员 这些船部 这些干部 他们在石桌上很强 但是也许他们在文书在处理方面 就会略逊一筹 那佩玲在这个时候 就会适时的去给予这方面的協助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它在适应 以及这个条件下 我觉得它应该是 还蛮不错的 那时候看到网络的时候 介绍 那时候好像介绍 余健的阿美吧 那时候就看 好特别喔 既然有海洋 就是船上的生活 我就想试试看 然后刚好就看到 诶 有在那个 就是有履历 然后就想说来应征看看 来试试看 因为蛮好奇 船上生活 然后船上工作是怎样 所以就想说试试看 因为你不努力 跨一步的话 永远都是生活圈 都是那么小 所以就很好奇 海上生活到底是什么 所以就来评评看 人机缘真的很热很热很热 如果你的耐热的话再过来 认真学习 敢朋友 就是敢被操 然后 就是你敢 你一直敢做事也可以 就我们根本就不 我们很缺人 真的很缺人 所以我们不管 你会不会 可是你至少你敢进来 敢做 认真学习 我们都OK 对啊 态度啦 希望未来可以更快上手 因为很多 轮机很多 需要学的东西很多很多 希望我的脑袋可以记 快速一点 以上 农于女力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于信二号轮机员 陈佩玲 分享她的工作带况 及心路历程 以上 农于女力专题 由佳玲采访播报